新华社莫斯科4月30日电,记者刘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,4月30日说,美国若增加在波兰驻军人数,将破坏俄与北约签署的双方关系基本文件。 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,美国若增兵波兰,将破坏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、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中,有关北约不得在新成员国境内永久部署重要作战部队的条款。 拉夫罗夫说,莫斯科密切关注华沙和华盛顿的有关谈判,美国增兵波兰,不会给欧洲带来更多安全。 俄主张通过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制定措施,以增加双方信任,缓解紧张局势。 但未见北约作出积极回应,俄罗斯与北约于1997年,签署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、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。 根据这份文件,双方将共同努力消除对抗时期遗留下来的痕迹,建立新的关系。 1999年3月,北约正式接纳波兰为新成员。 目前,北约在波兰驻扎约4500名士兵。 据报道,波兰政府不但希望北约能够增加驻军,甚至邀请美国在波兰境内永久驻军,并正在与美国就此展开磋商。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台湾彰化二水箱碧云蝉寺,因为被开发商魏宁人,打造成五星红旗爱国教育基地,而遭民进党当局开除。 16日,碧云蝉寺又进行了拍卖。 亲绿的台湾,自由时报17日称,拍卖部分为碧云蝉寺等无比土地,加上一比地上建筑,总计面积达7200平方米。 底价是1600万元新牌币。 夏童,最后只有一名女子投标,并以1612万元得标。 经了解,她是代表碧云蝉寺,住持是淮宗投标的。 碧云蝉寺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古寺。 产权在魏宁人的姐姐魏宿当名下,魏宁人把五星红旗,高挂于寺庙中, 并时常播放大陆歌曲。 被独派称为五星共产次。 去年9月,民进党主政的彰化县政府,以为建为由,将教育基地强制拆除。 因为魏宿丹拒绝支付490万元的代拆除费用。 县政府将其移送到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进行追讨。 在追讨不成的情况下,进行查封与拍卖。 魏宁人强调不承认台湾伟政权,他要保持政治高度。 两岸统一是必然的事。 因此,目前他暂不处理。 认识派自然发展。 魏宁人还说,纵然蝉次被买走。 但他们不见得要在二水基地插旗。 目前组织仍在。 网络上依然活跃。 李宁、清华社呼和浩特12月25日电提, 甘坐大漠一盘石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房旅一营教导员时旭风。 李清华、傅小辉、殷蓬昭、清河口、田水井、哈日苏海。 这些听起来水淋淋的地名。 并没有河也没有水。 有的只是寸草不生的黑山头、茫茫无际的戈壁滩。 在离川峰不渡的玉门关,还有数百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园。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房旅一营教导员时旭风,一干就是十一年。 像一块磐石。 狂风刮不跑,沙尘卷不走。 一、过了贺兰山。 越走越心酸。 来到清河口。 扭头就想走。 对这句话。 石旭风的妻子李海亭深有感触。 2012年。 李海亭第一次来部队探亲。 从山东辗转38个小时火车后。 又坐汽车在戈壁滩上,颠簸,一路呕吐一路。 走一路荒凉,一路心晾一路。 到达后的第三天。 沙尘包袭来。 李海亭眼睁睁睁看着连队新建的蔬菜大棚随风飞舞。 他说,来之前知道这里很苦。 可没想到这么苦。 是的。 冬天起冷。 夏天酷热。 春秋沙尘肆虐。 这里是出了名的苦。 五年前。 最后一名牧民也从这里搬走了。 那年冬天。 石旭风带领官兵,乘骆驼巡逻。 零下40摄氏度的戈壁滩上。 他们风餐露宿六昼夜,巡逻三百公里后。 沙漠之洲骆驼集体罢工了。 无奈只能修整半天再上路。 石旭风的裆部,也被磨出大片血泡。 皮肤、鲜血与衣服粘在一起。 吃苦受累的故事,还有很多很多。 石旭风却说,我经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累。 也得到许多常人难以享受的乐趣。 2007年。 石旭风军校毕业后,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 首次巡逻。 站在戒杯旁的他自豪感油然而生。 他说。 脚下是一寸领土。 心中是广袤江山。 舍弃的是一家团圆。 拥抱的是万家幸福。 二、排长刘文明患了甲状腺癌。 石旭风到处帮着求医问诊。 战事赵九川老家遭火灾。 房屋成了焦土。 石旭风得知后。 当场就把身上的现金全掏了出来。 还发动官兵捐款。 帮照九川解了燃眉之急。 总想着帮人的石旭风。 其实最需要帮助。 岳父母身体不好。 孩子尚小。 妻子一间挑起两个家。 一年。 岳父因糖尿病住院。 都是刚做过公外运手术的妻子。 一个人忙前忙后照料。 第一年休假相亲。 第二年休假结婚。 第三年休假怀孩子。 第四年休假孩子出生。 这个甘心在边房喝苦水豆风沙的汉字眼圈红着说。 最亏欠的就是妻子。 靠着对祖国的满腔之爱。 石旭风用忠诚书写了当代戍边人的奉献之歌。 三、地上不长草。 地下必有宝。 一次。 一个地方老板,直接找到石旭风。 拿出一个后信封。 说,你睁之眼闭之眼。 你好我好,石旭风当场拒绝, 信思往返的事我不干。 名利的诱惑。 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志向、品行和思想境界。 2012年。 机关控出一个岗位。 任职时间长,表现不错的石旭风与之无缘。 结果公布次日。 石旭风仍带连队官兵展开徒步拉链。 返回途中突欲强沙晨暴。 他在杯上绑了三十多斤重的石头打头太露。 和官兵手挽手,一步步往前挪。 终于在天黑前安全赶回连队。 如果说共产党员有职业病,那就是自讨苦吃。 石旭风对党员干部凯摩扬善州的这句话意向深刻。 因为他也时常自讨苦吃。 2011年。 石旭风主动申请,来到条件艰苦的清河口边防连干连长。 今年年初。 刚在旅边境事务科科长岗位上,干了半年的他,又主动申请平职来到医营任教导员。 重返清河口。 当连长。 他多次邀请驻地公安,边境传授简记,取证技巧。 摸索总结出前哨控要跨区协同七种控编模式,十种执行手段。 当科长。 他带人苦干,两月开发出边境数据分析采集系统。 石旭风说。 他和战友们一定要把边防打造成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钢铁长城。 据台媒报道,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长普拉萨透露,印度内阁会议28日,批准载人在太空停留七天的加岗阳,Gagognon,计划。 这是印度首相载人太空任务。 据报道,这项计划预计以印度太空研究组织,ISRO自行开发的加岗阳轨道宇宙飞船,将三名航天员, 以同步轨道卫星运在火箭三号,GSLVNKFLD,并送到距离地表400公里的太空轨道。 这是印度首次的载人太空任务。 也是印度进军太空的关键计划。 普拉萨表示,这项计划将耗资1000亿卢比。 印度总理莫迪,在今年8月15日的演说中,宣布加岗阳计划。 并指这项太空任务,将在2020年进行。 加岗阳宇宙飞船,是印度太空研究组织自行研发。 重达3.7吨。 可运在三名航天员,在太空轨道运行7天后,再返回地球。 宇宙飞船配备卫生系统和环境控制系统,即紧急任务终止与逃生系统。 但由于密度尚无送人上太空的经验。 据报道,印度已与俄罗斯和法国达成协议,提供技术协助,推动这项太空计划。 叙利亚军方11日说,以色列军方,半晚向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,发射多枚炮弹和四枚导弹。